昨天是廉價的最後一天 但是在臺北市木柵路一段 發生了一起驚悚的車禍 意外 當時是一輛百萬名車失控 釀成了這連環這一狀 一口氣波及到八輛車 想不到肇事駕駛的第一時間 卻逃逸無蹤 之後根據警方追查 原來這駕駛疑是一名二十六歲 通緝犯 恐怕就是會擔心遭到逮捕 歸案 才會在現場丟包 自己女朋友當場落跑 白色百萬名車突然失控 左偏衝往對向車道 先高速撞擊一輛休旅車後 又波及到另外幾輛車 駕駛急拉方向盤 但為時已晚 最終在人行道前停下 這撞擊力道有多大呢 連在棋樓睡覺的狗狗 都被嚇到跳起來 回頭猛看 睡意全無 然後可能速度都很快 馬上被撞了之後 又一個180度回轉又彈回去 你看又BMW的車頭爛成那樣 看看現場慘況 車倒的倒 毀的毀 一共波及了三輛汽車 和五輛停在路邊的機車 警銷貨報道場急循肇肇駕駛 難道開車的是這名拿著掃把 善後的熱褲辣妹嗎 其實她是被駕駛丟包的女朋友 為何只留下坐在副駕駛座的 女朋友在現場呢 是由警方清查 原來這名駕駛是一名通緝犯 她擔心被警察抓到 所以車也不要了 女朋友也不要了 直接落跑 整起車禍事件發生在28號下午 台北市木柵路一段上 警方清查開車的26歲張姓駕駛 她是一名毀損案件的通緝犯 當天載著女友疑似想超車又技術不佳 才失控釀貨 過分的事還撞後不理 警方現場迅速排除事故 疏導交通 所幸無人受傷 現在警方掌握肇事駕駛身份 積極追欺當中 廉價衛生的這一狀 張姓駕駛回巴車還丟包女友 也讓自己的通緝身份因此曝光 記者 萬家瑋 陳玉璇 台北報導